他是郭德纲唯一的朋友 见到郭德纲的第一印象就是个头差不多 一句话善面得罪了后台所有师兄弟 刚到德云社的时候师娘抱在怀里哄睡 作为于谦的老大哥 二十多岁的年龄穿着却像五十七岁的老大眼 这个人就是京剧神童陶阳 今日陶阳深夜直播 作为师娘王慧亲自刷礼物 多促陶阳早点休息 看到这师娘王慧一直在直播间陪着陶阳直到下播 网友们也是被他们之间的母子情义感动 而陶阳张口郭妈闭口郭妈 更是看出师娘王慧在其心目中的分量 作为京剧神童陶阳 郭德纲在收图的时候也迎来了很大的争议 因为他要教陶阳学相声 郭德纲这种做法也让许多的京剧迷无法理解 在网上 讨伤郭德纲把京剧神童还给我们 而郭德纲却有着他自己的打算 郭德纲在采访中说过 京剧神童没有超过三年的 因为都倒仓而无法再唱京剧 他里面京剧红都不行了 但是在舞台上 就京剧舞台上 神童没有过三年的 从无例外吗 郭德纲是为陶阳一辈子着想 所以从那时起 陶阳就开始一边唱京剧 一边学相声 2011年这一年 陶阳也迎来了倒仓 那一段时间 陶阳也是非常的苦恼 想唱却唱不上去那种感觉 让陶阳非常难受 在参加活动时 看着别人唱 自己却只能找个角落躲起来 别人看他一眼 都觉得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他 见谁别提唱 也别在他跟前唱 一唱他就会躲得远远的 这就体现出学相声的好处 那段时间 陶阳就陪着郭德纲 一起出演相声 一边说相声 一边慢慢度过倒仓的这段时间 他比我学的时间短 你别看我小 我比他小一岁 但是我比他多学两年 还有基本功的比他扎实 因为我小肚子 跟着那个学 直至2014年 郭德纲在北斩演出 亲自为陶阳安排了一场戏 斩销和 在演出前夕 郭德纲还亲自邀请陶阳 到家里对戏 当时陶阳心中也是非常的没底 担心唱呲了怎么办 郭德纲的一句 放心吧 呲不了 给了陶阳很大的底气 倒仓后的第一次圆满的演出 也让陶阳找回了自信 从那以后 陶阳也重新开启了他的京剧之路 郭德纲也专门开办了 麒麟巨社为陶阳唱京剧 提供了一个舞台 如今的麒麟巨社 在陶阳的带领下 也可以自负盈亏 麒麟巨社也成为 德云社的另一大招牌 郭德纲王会夫妇 对于陶阳真可以说是像亲儿子一样的对待 而陶阳的一句不退出 也诠释了对师父郭德纲的爱 大了之后 你的志向是什么呢 不退出 我的志气就是留在这不走了 陶阳至今还难以忘记倒仓的那段时光 郭德纲对他的帮助可以说是巨大的 如果没有郭德纲当初没有把京剧神童带回家 可能现在就看不到如今的陶阳了 很多人都说陶阳小时候就能跟郭德纲聊到一块去 而陶阳的穿衣风格也随了郭德纲 纪凡熙愣穿出了贵人鸟的风格 穿棉袄走红毯愣是要抢人热搜 这也不能怪陶阳 有句话说的好啊 文武百贯旧太子 唯有陶阳旧设计 你们觉得呢